我的正中間 我們叫彈中 手放在 用掌根 或者另一個手扶著 從這裡往下推 推到呢 我們那個女生生小孩 她的骨頭會裂開 那個叫吃骨 其實男生也有 所以女生的骨盆會比較大一點 男生的骨盆比較窄一點 那麼女生就是比較稍微圓 男生稍微扁 那麼我們從這裡呢 用手自己可以推 這樣推下去 推到吃骨連合 經過肚臟 對不對 一直到吃骨連合 再推 用手自己推 這樣呢 越來越大力 越來越大力 這個呢 她從彈中到吃骨連合 這條線 每天啊 給她推個幾遍 我認為最少十遍 那麼再來呢 橫膜上腹 我們腹部啊 肚臟上 叫上腹 肚臟下 叫下腹 她又叫小腹 那麼我們用手啊 從這邊的這個邊邊 這樣給她橫推過來 然後再 橫推回去 橫推過來 橫推過去 這樣至少推個一分鐘到兩分鐘 還可以解 欸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這叫橫膜上腹 用左掌 主要以掌跟著力 從左向右 然後再到我們的十二指掌 這樣過來的一個大彎 所以我們推位的時候 是這樣推過去 再推過來 這樣對不對 推這個方向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再這樣推過來 再這樣 也可以從這樣子 這樣推過來 再推 你看這樣推過來 是從右到左嘛 這樣了解嗎 從右到左 就是我們的位呢 是這樣從這邊推 然後我們的位會排口 這樣下來以後 再這樣過來 好像轉個圓圈這樣 這樣過來 整個推位 然後也可以呢 這樣推過來 如果你奶奶轉 你可以用四個手指頭 按下去 再這樣拉過來 再推過去 再拉過來 用四個手指頭 按下去 這樣叫橫推 橫揉 再來我們就揉小腹 那麼用掌根 按在肚臍上 用這個手指擺在四周 它是這樣的 這樣 這樣對不對 這樣按摩 這樣按摩 按肚臍的四周 然後呢 再用左掌再按回來 這個叫逆時針方向 在肚臍的四周 按摩 用掌根壓住這個指掌 指面放在上面 用力用在掌根上 這樣按摩 這樣按摩 按摩 按摩 有看到嗎 好 那麼 從 側面 這樣給它擠 擠到哪裡 擠到這邊 這樣擠過來這邊 好 這邊啊 擠過來這邊 再肚臍一下 好 好 那麼這兩隻下面 就是指弓膀膀 暖巢的位置 這樣知道嗎 我們從中間 這樣給它 螺螺螺螺螺螺的旁邊來 就是這個叫腹外斜肌 好 然後再從這邊 再過來這邊來 好 到這邊 那你換 再換手也可以 把它這樣 給它這樣來回的 把它動 它對子宮裡面的血量 這個屬血的 這個推動啊 子宮裡面比較貴於血 所以我們常常做這些動作 包括 含光 好 好 那麼再來推劫腸 就剛 劫腸啊 我們知道 我們的劫腸啊 是在肚脊旁開四村瓣的地方 這四村瓣下去啊 剛好是我們那個 叫做澎湖的頭 澎湖的最高點 然後呢 我們可以從澎湖最高點 這樣推上來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到這裡來 它就是藍尾 藍尾再過來就 這個生結場嘛 從生結場下的推上來 推上來 推到我們肚脊的上方 然後再橫推過來 好 再到四村半秒 再橫推下去 那碰到這個盆骨 再往中間 四十五度的推下去 然後 到了正中間 再往下推 直長一體 然後到肛門 這樣會嗎 從旁開四村半四村左右 推上來 把它按起上來 就把豎便可以擠掉 好 擠上來以後 再往這邊推 再往這邊推下去 到了這個盆骨的 這個骨頭了 然後四十五度的腳 推到正中間 再從正面往下推 就直長了 所以叫 升結場 橫結場 降結場 遺狀結場 直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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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